汪小姐 梅长苏 甄嬛 人生角色保平安啦 大家好 我是小方 演员嘛 一生总得有一两个角色当养老保险 最近啊 唐嫣在繁华里的表现就很亮眼 她演的汪小姐 不仅角色本身坚毅不服输 唐嫣演得也不错 高光戏她都hold住了 耳环事件被污蔑时的委屈 心情不好 大口吃东西 硬气的说话方式和倔强的眼神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不再是记忆中 只会演傻白甜的唐嫣啊 唐嫣出道多年 最高光的角色就是仙三里的子萱 在子萱身上 大家是能看到她的演技的 但子萱之后 几乎都是傻白甜角色了 没有演技含量 逐渐在八五花里沉寂了 没想到啊 一个汪小姐又给唐嫣上了份养老保险 唐嫣也因为繁华大热 音乐的形成 从之前的五个增加到了十二个 事业开始回暖 资本开始重视 说不定啊 唐嫣还能靠繁华里的表现 拿个奖转型呢 所以演员拥有一两个人生角色 是多么重要啊 不过同样是繁华 胡歌的宝总虽然不错 并不足以成为她的人生角色 要说胡歌的人生角色 那还得是狼牙榜里的梅长苏 这个角色不仅是胡歌 从李逍遥到梅长苏的蛻变 也是她从偶像剧到正剧的涅槃 让她的国民声誉 再上了一个新台阶 李逍遥加梅长苏的角色滤镜 可以把胡歌后半辈子的安稳了 就像孙丽的人生角色 那必须得是甄嬛 甄嬛传年年重播 剧情都快被观众盘出包间了 火了十二年了 还会继续火 甄嬛也就一直出现在大家眼前了 以至于孙丽后期的作品 口碑热度都无法再超越甄嬛传 甚至还有人觉得 孙丽是孙丽 甄嬛是甄嬛 这个就叫专业 一个甄嬛不仅让孙丽爆红 成为电视剧一剪 还让她成了国民演员 可以说一个甄嬛 可保孙丽一辈子的融化富贵了 《八五花》里面 赵丽颖的人生角色 一个是花千古 另一个就是盛明兰了 花千古一角让赵丽颖彻底爆红 为一线女星 而盛明兰一角 则让赵丽颖和流量演员 往品质演员发展 她开始接触正舞的剧 开始演正剧 开始打破观众对她 只会演偶像剧的固有印象 不仅是她演员路上的一个转折 对她的演艺视野影响也非常大 刘诗诗虽然通过《银眼观山》里 任如意一角又重回大众视野 但这一剧高开颠走 对演员的加成并不大 要说刘诗诗的人生角色 那还得是若曦 若曦一角让刘诗诗 从此在《八五花》里有了姓名 这个角色啊 可能并不需要多么精湛的演技 但刘诗诗演得很投入 以至于很久没从剧中走出来 还跟男主吴奇龙结婚生子 儿子的小名也叫布布 布不惊心过去这么多年 刘诗诗后续的作品和角色 也没有一部能超越的 至于杨幂的人生角色嘛 虽然是晴川让她爆红 但还得是白浅一卷 更有品质感 杨幂演白浅时 也是她当老板的开端 签了对赌协议 所以杨幂演得很认真投入 她也靠三生三世这部剧 赢得了对赌协议 一跃成为了资本 但白浅之后 杨幂就有点走下坡路了 这几年没一个角色拿得出手 不知道后面还能不能拿出 一个品质角色呢 景田的人生角色就是斯藤了 斯藤之前的景田 也在古偶剧里演着傻白田 直到斯藤出现 妈呀 超A大女主居然这么香 甚至想让大田田把这类角色换身上 杨子在《战长沙》里演得胡香香一卷 还是挺有品质的 也能看出来杨子的演技 本来杨子就是正剧的路线 发展成大清衣也挺好 但她一头扎进了偶像剧里 虽然有了不少暴剧 但算得上高品质的人生角色 还没无弄 人家伦的周生辰一卷 也保了她很久的荣华富贵 虽然是偶像剧 但演出了质感 周生辰之后 任佳伦也有不少角色 等都没有周生辰那么出圈 加上她自己的原生 上古一戒 千年感念 今生得幸 再能垂帘 君之我义 请君为妻 等等 从今往后 我路言 愿意为夫为君 伴你左右 你愿意嫁给我吗 妈也更灾难了 诚意在演了莲花楼的李莲花一角后 终于也有了口碑热度质感都不错的优质角色 因为有这个角色的存在 我连诚意偶尔嘴嫖的原生台词都能忍 照这么发展下去 诚意将来拥有更多人生角色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这一批流量里 热巴就稍微逊色了一些 演的角色虽然多 但只有配角 高文和凤九比较出圈 他主演的角色感觉都差了点 热巴还需要一个品质感很强的角色 来推自己一把呀 肖战的陈庆令让他成为顶流 魏无羡当然可以让他拥有很久的长尾红利 但争议也很大 想要更高的国民认可度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证据角色 让他成为品质演员 他也正在朝这条大路大步相前 也许藏海传就能实现呢 说了这么多 肯定有宝子要问了 那现在的九五花生们呢 当下冒出头的九五花生们 像王河蒂 赵露丝 余淑欣这些呀 他们虽然都有暴剧在手 但都是偶像剧 品质感不强 本来呢 赵露丝通过陈千千走红后 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但你看看他后面接的剧 选的角色还是演技的 搞怪的 我 我主要是 将军才从那个边赛回来 边赛那边的口音还是有点重 嗯 没素质的 娘要不要 不要 不要啊 不要这样 哪里哪气的 八角 高粒头 胃皮 高粒头 香甜 高粒头 怎然 高粒头 摘一高粒头 全部高粒头 屏宫掌声 真没几个能看到了 像王河蒂这种 演技台词都不咋样的年轻演员 虽然通过一部剧爆红了 但也算不上人生角色 需要后面慢慢磨练演技 找到自己的定位 交出真正有品质感的角色 毕竟啊 在竞争如此残酷的娱乐圈 一时爆红可以靠运气 靠外形 但长久的红下去 依然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 和杰森字号 红极一时又沉寂的例子 也多得很呐 前车之剑呐 靠外形 靠外形 靠外形